同学现在就主要给你讲一下室内了 你可以先看一下这个方向盘这 然后它都有显示这个油量和我这个车的调述 然后它可以就是这个东西它都显示 这是机油的温度 然后这个就是能跑多少 然后这就是挂了多少档 然后然后给你看一下下面 下面的话就是油门刹车 因为自动挡嘛就只有油门刹车 然后还有就是给你感受一下我这个车的音响 然后都还是比较好的 然后这个就是我跟你讲的这个座椅加热 这边是左边的座椅 那边是右边的座椅 然后这个直接点auto的话 然后它的这个这个空调就自动启动了 然后空调也是很好的 当然你好像感觉不到 就是大概你听这个声音也是可以听得出来 它这个发风是很好的 这些都没有问题 然后还有就是给你看一下这个 这个就是导航啊什么的 这些这一块 然后这就是FM这CD 然后这个就是导航 这就是电话 然后这个是关于车的一些information 然后这个就是设置 然后你还可以放自己的dvd叠要什么 就按这个键就行了 还可以放dvd 然后可以放两个磁带储存卡 就是像那种PSP游戏机的那种储存卡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然后这个就是进出口按键 然后你要把它还原的话 那你看这就是那个显示屏 然后你就按这个尖 还要自己回去啊 然后就是我跟你说 这个车自带的那个那个奥迪自己的那个做卡 你看到没有 然后你就可以把苹果的东西给插在这个位置里面 然后你看这些奥迪的这些书 我全部都保留了 然后就是使用手册啊什么 我都有保留 然后就是我跟你讲的这几个 这个是一个防滑系统 一般不打开的 然后这个就是紧急按灯 然后这个就是我跟你讲的那个尾翼的那个东西 然后我一会儿去给你看一下那个尾翼开启了过后是什么样 你看 你可以看得到那个尾翼已经被开启了 开启了 然后这边会有两个按钮 左边这个是油箱 这个是后备箱 然后我现在把后备箱打开 我们到后备箱去看一下 这就是我跟你讲的那个尾翼开启了过后的状态 然后我可以给你看个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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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也是一样的也有一个按钮 然后整个车这就平下去了 所以说后备的空间还是很足的 那你想把它拉回来的话 就从这给它拉回来就行了 这就大概是整个车的情况 然后我也不知道你具体还想看点什么地方 我可以给你看一下发动机啊 马上